各位朋友你們好嗎 上個星期見到一個好朋友在這裏 阿Queen也在這裏 以我今天我們會說什麼題目的呢 就是五個直銷失敗的説明原因 我想講講一點關於你的迫環 阿Queen是在其中一間國籍的直銷公司 他曾經在那間直銷公司全球收入是頭三名 不是全香港不是全亞洲是全世界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之世界級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兩個人會坐在一起 你由開始的時候 你怎樣是將自己做到這麼高的 其實我會覺得是一個想法上的局限性 因為有很多人說香港地方很小 自己學的東西很少 香港不是有很多motivation大師 我可以學習的對象很少 我可以這樣說 我是在外面不停尋求老師 我是在過去十幾年不停學習的人 而我見到很多人是停滯了 他們覺得讀完大學已經夠了 我拿著書就已經打市場 對上一次看書就是剛剛讀書的時候 如果你剛剛讀完中學 或者很多年前 我不知道你是否對上一本書看書 就是剛剛中學時的本書 所以你看到是贏是有原因的 輸也有很多原因 我們今天就會很專注 究竟在這個直銷行業裡 為什麼會做得不好 這五個原因來 你去過多少地方 你現在的團隊是遍佈了多少國家 真的很多 我想中國會是大部分的 另外有台灣 美國 加拿大 然後泰國 真的不同的地方都會有 直銷的爆炸性是來自於 其實有很多人 可能是生出來 沒見過的 就是人傳人傳出來的爆炸性 是很厲害的 這個我們講的是其中一個直銷模特兒 不就是一個的business model 做生意有很多種 我們開店鋪是一種business model 我們網上網下 直銷是一個business model 你覺得這個model對你來說 有什麼吸引性 其實直銷最厲害的是 去槓桿的時間 以及不受地域的限制 我很坦白地說 人是一個局限性 你不可以同一時間 在十個地方出現 但是你的生意 可以同時在十個地方經營 你做了直銷牌 你做了直銷牌 但是為什麼 你會想學這個系統 其實我覺得世界一直在變 人要不停去更新 自己需要的工具 而我見到網絡 電子科技 或者你的系統 根本是一個趨勢 我剛才也說 人是一個局限性 我不可以現在 現在同時間在台灣出現 同時間在KL出現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是同時間 全世界的東西 我想說一件事 直銷牌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在港會 有時候我們說 有時候一些聯會 是多到有9000 或者萬多人全球看的 是 但是你要去到那個位置 然後他會做演講 給你一萬人看 你覺得這方面有什麼掣索 我自己會這樣形容 以前我覺得 你要練好你的台上演說 那個技巧 因為你公開演說 你才可以槓桿你的時間 直至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我過去學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但原來有一個局限性 是我受場地的局限 受時間的局限 而且我的人也受到環境的局限 他不可以 我真的很想聽Queen說話 但我不可以為了聽你說一場 一個小時 由Toyantle飛過來 由KL飛過來看你一個小時 以前我們去聯會一萬人 很厲害 我們要聚集一萬人 最多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聯會很厲害 我定期的會議 三千五千很厲害 但是你只可以定期去做 而且要找場地 沒錯 你不可以每天先做 是 但是我上次跟你去做一場live 出來的結果是一萬五千人看 而是幫到的人是再覆蓋得闊一點 深一點 可以隨時隨地再看 你會看到剛剛我們 現在我們在做直播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國家朋友 現在同一時間都在看 這就是爆發力 你覺得第一個致命的原因 做不到直銷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大部份人會做one market one market意思是 他只是做自己認識的人 家人 家人 朋友 親戚 朋友的朋友 小學同學 朋友的朋友 中學同學 大學同學 工作上面的同事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局限性 是有兩樣東西 我會覺得他們很大的失敗 原因是 他的朋友的one market 其實大部份人是未做過直銷 未知道直銷是怎樣 而潑他冷水的時候已經潑死了 你問一個未做過直銷 或者他聽到很多直銷負面的時候 他會覺得不要做 因為很危險 你問一個不懂得開車的人 我買一輛車好不好 他會告訴你很多交通意外 你接收這些負面的時候 你已經 是的 買車不如坐地鐵 駕駛車 他會局限在一些負面的想法上 第二樣是 很多人可能做過 但是不成功 他就會把自己不成功的因素 告訴你 其實我真的做過 真的這樣不行 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剛才我認同做人都不容易 難道全部死了 是沒有可能的 很有趣的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直銷是真的 不是大家想的那麼複雜 如果你掌握了一些系統 跟做人一樣 是 剛才我Queen說的一句很有趣 就是 通常有哪一個人說你不行 哪兩種人 第一種 他自己沒做過 第二種就是 自己做不到 問錯人 拿錯答案 問一個失敗者他教不了你成功 問一個未成功的人 他不可以教你成功 是不是這樣 身邊有很多朋友會給我們一些意見 千萬不要試這個東西 千萬不要創意 千萬不要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沒做過生意 又或者自己做生意做得差 就是這群朋友 好 就是說第一個錯處就是 或者致命原因就是 他要開拓不到這個 cold market 是不是這樣說 是 通常譬如說 你現在是 一做 一定是world market 是 你通常會看到這個 我們稱為world market 是可以幫助一個新入行人 維持好多久 其實他自己本身可以透過world market 去發展這個生意的比例 或者可以成功的機率 其實相對少 除非他本身的家族 或者他本身的人物群 是比較成功 是 他可能已經是一些 很有經驗在直銷上面的人 但相對是少的 沒錯 或者是認識很多朋友 對嗎 如果是認識很多朋友 如果你這麼靠我們 做生意當然是 靠world market 誰可以做的事 我這樣說 如果你開一間雲吞麵店 打算是親戚朋友來幫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倒閉 或者你真的不要開 但是我們過去的經驗裏 其實我現在大部份的客戶 或者partner 都不是我認識的人 就是說全部都是新的 是 他們會有一個位置就是 其實他們因為口碑 因為聽到人 怎樣會做 然後過來找到我 有的 他們很想成功 他們會找方法找到我 有的 也會有些人是 因為產品用得很好 而介紹到別人 但是介紹他那個 不是發展的 找到我的也有 我記得上個星期 你說什麼 嘗試過幾次退休 三次 但是都退不了 但是為什麼 再要翻出來 現在再拼搏 為什麼要再向前 其實我 我想是一份使命感 如果純粹說 如果你為錢而去工作 其實我不需要再工作 但是我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人 仍在生活上面很努力 但是找不到一個出路或者方法 我會覺得其實賺錢 不是一個這麼難的東西 但是其實很多人找錯工具 我只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有一個機會 為什麼不去試 而如果你有一個方法 為什麼不去用 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是怎樣看事業 你是怎樣選擇一個事業 你會看什麼 我會看他是不是有市場性 我會看是不是適合我 我會看他是不是真的幫到人 其實幾個很大元素 有些東西是賺到錢 但是他幫不到人 我不會做 沒錯 如果你為賺錢 你做任何事情 你發覺你不能推動 你不會起床 是 昨天我和我的團隊說 如果賺錢是你唯一一件事 只是想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打劫也可以 你綁架也可以 但為什麼你不綁架 你不會做這些打劫 這些犯法 因為你覺得這件事是不應該做 他就問 有些什麼你應該做 這就是我們意向什麼 你覺得現在你所做的事 是怎樣幫助到人 其實我會看到很多人 是透過直銷 或者透過我們的平台 是改變了人生 無論他是個人的成長 他比較正面了 他會看世界觀多了 不是在自怨自癌 說老闆不好 那份工作不好 但繼續上班 我想問 剛剛你說的 是令到他們 收入一定好了 世界觀不同了 這個我想你說少少 什麼叫世界觀不同了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或者你是一個老闆 你的局限性永遠在地區 但是如果你是我們說經營直銷 你會接觸到很多全球的資訊 而因為你的工作 就是你對著全球的市場 我們的局限 有很多公司是局限了 你是做香港市場 你就是做香港市場 當然我會選一些全球連線的市場 我會關注到台灣 日本 美國 泰國 馬來西亞 我會覺得 其實你有時候 你會需要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 或者他們的文化 你會多了很多的資訊 另外有一些就是 我們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人 當他肯去學習 肯去接觸的時候 他會明白 原來世界之大 是超於你想像的 沒錯 剛剛你說的是 全球市場 我記得上一次阿娟跟我說 阿娟 其實你現在怎樣做這個事業 怎樣可以這麼短時間 爆發到世界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還會很相似 你會怎樣運用我們的系統 令到你的事業再爆發出來 你覺得 其實我上次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是關於 我一直都知道 你的工具 或者你的系統 是做得很好 然後我就會去看 其實不是的 直銷都可以 人傳人的 是可以做得到 但原來透過工具 是可以快速很多 我只會見到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譬如 你的課程 教會了我用一些工具 令到整個 brand 或者整件事會更加爆炸性 槓桿到的時間 為什麼不 最重要是快 即是城市 還有那個爆發力 是在哪個維持的 如果 譬如你有所做的事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所做的事 如果你是用不到的速度 其實速度有在一起 哪一個 哪一個走得快 哪一個人 哪一個走得快 哪一個幫得多些 哪一個是說這句話 在全球都聽到 哪一個就是在這個行業領先 這是一定的事 所以我的立場就是 怎樣幫助Queen 再把他那個事業 再怎樣爆發出去 好 那就是第一個 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就是只是做one market 沒有co-market 所以大家一定要學習 怎樣找一些 不認識你的人 要做你的客戶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又或者做你的行 其實很多人在過去 都想不只是做one market 但是他局限於時間 地區 很簡單 有很多人會去商會 有很多人會去品酒會 有很多人會去參加多點的婚宴 或者參加多點的party 打算認識多點的co-market 但是有個局限性 你的時間是有限 透過了解篩選之後 其實所政無幾 你可以network幾次 第二個原因呢 做不到直銷呢 第二個我會覺得比較內在的事 就是他們的心態 未準備好去做生意 他沒有裝備好自己 他們覺得直銷純粹是銷售產品 其實很多人是誤會了直銷的做法 他們純粹覺得 因為大部分公司都會有產品 所以他們就會告訴你 因為我有這個產品 所以我就告訴你 有多好 他純粹是單純的買賣產品 所以很多人去做直銷 他的局限性就是找了很多的用家 他只是分享產品 他是沒有力去分享到生意的部分 他的心態是連自己做生意都未準備好 他不知道要準備好生意的概念是甚麼 要準備甚麼 我的狀態是一個老闆應該做甚麼 他沒有這個準備 他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自己做銷售 而他某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在經營生意 只是覺得做銷售 如果你覺得自己做銷售 其實你不是在做生意 你只是一個銷售員 即是說這個跌到第二個致命人 就是因為他的想法已經擺錯位 是 還有沒有甚麼內在擺錯位 也很理解 因為大部分人從來都沒有做過生意 他來到這麼低門檻 另外一個問題是致命商 因為大部分公司的門檻都不是很好 沒錯 你的付出不是說 你今天開一個公司 可能甚麼都未用 燈油火納 已經是五十萬 一百萬 你會很憤身下去 因為所有東西你都要付錢 但是情況就是 當他如果在做直銷 他的成本是自用產品 一間正規的直銷公司 他不會叫你拿十萬貨 八萬貨 可能是一兩萬 可能是幾千元的都會有 很多人就覺得沒甚麼輸 做不到就做不到 或者幾千元都是生意 其實我想說 我做這個生意 都是有幾千元可以做到 就做到現在這樣 是心態出問題 是心態問題 因為這個行業 很容易會入行的關係 一容易入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一容易入行 水準是必定低的 為什麼 這麼容易入行 不如part time做先 試一下做先 那些人都打算是part time做 全部都做不到 基本上都不是創業家思維 他們完全沒有那個心態 所以他們也在示範上 不會安排到 所有事的先後次序 都會比做這個生意重要 沒錯 可能累一點不做了 可能兒子病了不做了 可能媽媽生日不做 其實他們有太多原因 因為你又不活躍於生意上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開了店 每天都交了Nero火納 你不會是這樣的狀態 沒錯 所以其實是心態問題 一個很業餘的心態 各位朋友 是業餘的心態害死了這群直視的朋友 業餘的心態出了什麼 業餘的結果 然後出了業餘的結果 這群朋友會說什麼 這群人都不行 不能做也做不到 就是因為這樣 他的心態是一切 很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覺得應該怎樣 全面的心態 你覺得嗎